那問一下許浩平 就是說瑪雅人也有預言到這個 因為你知道智利離那邊滿近的嘛 還是有點距離啦 那邊離印加國文明比較近 但是印加瑪雅他們似乎都對自己的國運 早就依照天文立法就已經算過了 所以當然最著名就是 其實當西方他們所謂航海大發現的時候 到了目前的拉丁美洲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麼其實瑪雅在當時 其實他們的祭司早就算出 他們的國運已經走到盡頭 也許就像現在我們大家相傳的瑪雅歷書 什麼第五太陽記等等 可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西方人剛剛過去的時候 那麼他們就說叫他們晚幾年再過來 但是當然這些也許是後來西方人的穿著附會 可是我們現在也不能夠否定說 瑪雅人似乎他們早就胸有成竹 就是對於他們自己的國運 也包括他們整個就是未來自己的發展 好像他們早就依照他們其他的這個算法 早就已經了然於心了 但是問一下這個溫森 就是說政治人物我剛剛問你那一題就是說 有時候古時候的人 尤其軍王不是要登基之女都講他是奉天成運對不對 起碼要穿著附會一些徵兆 那台灣的政治人物有沒有這種這種穿著附會的事情 有啊 那時候林戰被推舉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那蘇智誠跟賴國洲吧 就在旁邊做了一件黃袍 給他黃袍加深迎進黨中央 結果他原來的他的這個墳墓的前面有一堂水 好像這些老一輩的這些士生啊 他往生之後都洗完這樣 包括那個唐龍 唐龍是在高雄縣的清水源 前面也是一堂水 那因為九二一大震以後 把這個顧顯龍前面那一堂水啊 就震掉了 沒有水 沒有水 當時我記得顧政府的秘書啊 劉時豐 他就告訴我說 好像不太對 因為老一輩的人大概比較敏感 水煮財嘛 對不對 果不其然 你看顧家這樣一路下來 顧政府的小孩過世 然後另外一個兒子也出了事 然後顧仲亮 顧連送這一邊 也都能狀況連連 但相對的啦 你說水 我記得李登輝要接總統的時候 當時三芝啊 那時候新聞就出來了 他那個三芝老家附近的水啊 變色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報紙都有燈 而且之前沒多久 有一個風災 他家後面死了31個人 對 就在林恩颱風 林恩颱風那個時候我去採訪的 那個時候把那個三芝鄉那個八賢村 整個面村 還是給他連累還是給他弟 對 替他消災吧 所以後來蔣家的小孩啊 死掉以後都埋到他後山那裡 從蔣孝文 蔣孝武 蔣孝慈 全部都埋在李登輝顧蹟後山 為什麼 大概擋他吧 看能不能把那個四擋掉 好 那這當然是李登輝三芝的傳奇啦 我跟你說喔 英國的話就是讓你佩頭刀啦 喝茶啦 開槓啦 這樣聽就好 那陳水扁 陳水扁當時要當選總統前 臺南縣官田附近 也撈到 那個池塘裡面也撈起了一隻石馬 大概清朝時候的那種 石頭做的馬 做的馬 所以當時也是很多傳聞啊 就是說 鄉下人總是會惹惹惹生 就是說 什麼時候不好撈 怎麼這個時候撈到了 就像三芝的水什麼時候不好變色 在李登輝要接掌大權的時候變色 這是台灣的一些 算是鄉里串奇 所以各位你如果是研究風水的你喔 今年也很忙 2012年也很忙 有候選人名單出來之後呢 你就帶來水質探測器 去他們家後山看看你的水 有沒有變色 這樣子好不好 我有時候要預言人為造假 剛才雯森在講 我想到一個那個武哲天 武哲天實在很好玩 他是造假的一種天線意象 武哲天他那個在長安 他也喜歡那個牡丹花嘛 喜歡牡丹花 他一直以為是自己天命 那個天龍 天命真龍啊 所以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歸他管 那有一年那個牡丹花辭開了 到了季節還不開 他就下令要給我開 結果牡丹花不開啊 他很氣 就把牡丹花從長安移到洛陽去 移到洛陽 結果你知道那個大城寧城啊 就在洛陽第二年 牡丹花季節還沒到 用那個花回去吹 吹開 所以後來就跟武哲天講 哇 你看這個天降急躁 百花都開了 還沒到就來慶賀了 封建時代為了籠絡這個人民 對不對 讓人民相信他有 有很多造假的狀況 對 剛才那個 馬西平 西平兄也在提到那個唐太宗 唐太宗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比較有名的那個天線意象 天線意象 是在爭官八年的時候 有那個彗星出現 那個彗星紀錄是長巴掌 在天上停留了可以看到的 有一百多天 那後來他就很緊張啊 他就叫他的大臣余世蘭來問 余世蘭說這個沒什麼 春秋降國時代那個奇景宮啊 彗星也出現過十六天 出現過十六天 你只要誠心的 因為你爭官八年 爭官就是天下太平嘛 你有點比較驕傲啦 你要自我反省 謙虛 所以唐太宗總共在位二十三年 下了二十八道罪幾兆 痛罵自己啊 那後來是比較有名的是 後來爭官二十三年 結果唐太宗最後一點的時候 那個天線意象是太白金星 在白天出現 那太白金星在中國的那種 那種五星鞋上 他們就這樣祖陰 祖陰 所以那個李淳風跟延天剛 就跟他講說 會有女主出現三代之後 後來果然是古澤天當政嘛 所以有一些唐太宗這種事情 有比較巧合的現象可以對應 我補一句話就好 讓大家知道歷史常識 剛剛講的唐太宗下了二十八道罪幾兆 全中國五千年歷史 下罪幾兆最多的是誰 順治皇帝 他天天下罪幾兆 只要天一有不利他就下罪幾 他連已經死了 快要死了 他下個遺兆 遺兆幹什麼 罪幾 我有十四項東西沒做好 對不起 我死了以後請把最急的遺照要公布 不過剛剛講的天有意想 印尼不是南亞大海嘯嗎 死了二十幾萬人 對不對 大家也要找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就說是 印尼的總統 尤德約弱 瓦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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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不起 還是那個你的 他說 對 他的簡寫是SBY SBY在這個 印尼文 印尼文裡面 總有災難三個字的簡寫也是SBY 所以印尼的報紙在這個社論裡面寫 神一定是生氣了 這個社論登出來之後 媒體就在報導 所以天空上出現 用阿拉伯文寫的一個神字在天空上面 所以印尼那時候每個媒體都在報導 是神生氣了 所以為了找到神生 他下台了沒 很快就下來了 早就下來了 說他的出生是1949年9月9號 1949年9月9號這個數字 在神秘的立法裡面 在印尼神秘的立法裡面 是象徵災難的 所以大家都拼命去找這些東西 然後穿著附會 政治人物就慘了 把他逼下來 對不對 他是貪路被逼下來 不是因為在那邊被逼下來 老師你準備了一些照片幹嘛 不是 這個就放在這裡 你可以要跟我們講什麼 來來來 既然有看到 不過你也給兩句好不好 不要讓我得罪人 這個 大概就是要看每一個政治人物的面相 還有他現在的那個神器 一個政治人物是不是貴的 我要先看鼻子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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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旅的鼻子比較挺 還有游西昆的鼻子比較挺 所以這些都會比較 常在其位 不會說一下子就被淘汰掉 他們兩個鼻子都是比較漂亮的 兩個都是縫眼 再來就是看誰耳朵比較大 耳朵比較大就是看誰比較有福氣 不過這些不重要 連民要的是水的嘴巴長得比較好 嘴巴長得好就是不會亂講話 你看我們溫生溫先生的嘴巴就很老 可是他講的沒機會都真的 你是說他講話經常讓我電話接不完嗎 對 他講話比較負責任 那個蔡小姐 他的五官嚴 所以得聯合 但是我最近看他 不曉得是年紀少大怎麼樣 有一個斑 前骨真的很多 這個是第一個是肝不好胃不好 那最重要是這個這樣是代表跑耳全力 所以他有可能會喪失潛力 所以應該去雷射除斑 盡量 要從那個體質調養 那個石斑沒什麼用 可是他的牙齒很好 所以他碗面還不錯 OK 那這個蘇嘉全先生 他的五官就是這個 嘴巴這邊 比較太突出 太突出就常常會 孔子講 一人以口即則禮正義人 就是說嘴巴上得理不老人 鼻子也有點太突出 凹進去那種 所以比較公於心際 但這個人是個謀略家 很厲害 謀略家 對 你想謀略嗎 你幹嘛講公於心際 就是比較謀略 這個要再看 馬先生的法令文很深 法令文很深的人 是很喜歡威夷 就是比較怕人家瞧不起他 所以 其實這個人很奇怪 你對他愛好他也看不起你 所以這個人 你不能跟他求官 你要罵他 罵他他反而要官給你做 你看他從台北市政府到現在 都喜歡用那種很奇怪 我也罵很久了到現在 我相信你不想被担公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